電台,應該我們認識的 現在料理、利靈正在日內瓦 為我們聯合國協定會的努力 我可以說是三名已經都少年三 都有期間控制的選擇團 我現在想要說的是 在兩年前,我們已經已經 那一天有期,就是我們拿我們的護照 要去的時候,他就是說不行 這裡當然是有一個中國人 就要經過中國人來看 看他說不行,你們還要再拿去台灣的新聞證 或是聯合家教或是一個證 來申請才可以讓我們培養進去 我們那天就在那裡,他們控制很久了 因為很多人又近年,又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在那裡,兩年前,總共犯 很多人沒有帶新聞證去 或是帶第二的政條去 所以我們在那裡抗議很久了 大聲在那裡抗議 買了也是,沒有帶政條的人都不放棄 像我是好知道,還有帶白的政條 還有日本的外國人電路證 我還說只要帶日本的外國人電路證 進去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人說不能進去 我們就是在那裡抗議的人 好,謝謝 後來高雄何先生 何先生,何先生 喂 你好何先生 鳳儀,你好 你好 我告訴你剛才說那個重症 你們假設這樣不對 重症的意思不是 像你們說那樣就沒有 就沒有歹位了 那樣就逐人嫁來嫁去,那樣就不是有重症 那重症就是說這個小孩滾子的老爺 滾子的老爺才是有重症 你如果說那樣叫那個廖萬龍 說那樣就沒有歹位了 那他說的歹位就是絕症 那絕症就是這個小孩滾子的老爺生 你知道嗎,這樣簡單 這怎麼樣也只有一個父親 他怎麼會有好幾個父親 不知道就是一個生 沒有啦,不是 滾子的症就是他那個精濫濫作為 趁著老爺生的人才會說絕症 你們結識怎麼不對 這樣喔,是 好 謝謝 後來桃園的 武先生還是杜先生 對不起,桃園的潘小姐 潘小姐你好 是,你好 潘小姐你好 對 我針對你們今天的那個世衛組織的事情 我非常的憤慨 其實放下我們各個黨派來講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這麼多有影響力的人呢 將所有人集合起來抗議 針對尊重台灣人權 我們大家一起去爭取 不要說今天是什麼藍綠之分 因為我覺得是我們自己不團結 那大家都一直看不起我們嘛 都是一樣的道理 就好像很多人欠了人家錢 我們不能合法的去要 就說你是暴力討債 一樣的道理 那欠錢的就應該被這些人合理的搗帳嗎 對不對 一樣的 那相對的台灣人一直這樣被歧視 是不是你們這些這麼多有影響力的人呢 那是不是大家集體抗議 或者是連署 是請各個黨團的人員呢 各個很有影響力的人員呢 去做一個爭取 這樣不是會更好嗎 這樣讓人家看到台灣人這麼的團結 你們在抗議誰誰誰 認為怎麼樣不好 我覺得反而讓大家更看不起我們 好 潘絲謝謝來 桃園的五杜先生 你好 五杜先生你好 紅衣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好 在場的各位都大家好 我是阿美祖我叫做五杜 你好 你好 所以你好 我要正對中常會的發言來發聲 我們上個禮拜五才到去包圍立法院抗議 那我們是認為 雖然國民黨定調他是在個人的發言 但是其實我們要注意 那個個人的發言 那個潛意識的發言 雖然他道歉 但是那個潛意識的發言 其實是最可怕的 表示他那個內心的那個觀念 是根深蒂固的 其實在五月四號那天的中常會 馬英九本身就發言不當了 那個禮拜五 我們也上過開國記者會 他是他們透過圓民會來責罵說 我們這個原住民團體呢 都是斷章取義 但是現在爆料了 當天不只是馬英九發言不當 連他的中常委都發言不當 是要極力譴責 而且我們要很擔心 是他們潛意識的問題 根本就歧視原住民 另外就是原住民參與聯合國的事物很久了 但是呢其實很早以前 原住民參與聯合國的事物的時候 很早就是因為台灣的那個護照 就被擋在外面了 這件事情其實很早之前就有 馬英九政府不可能不知道 也難怪說他對於原住民權力宣言 聯合國這個權力宣言 他不重視嘛 他現在推了很多的自治法 根本就是要前置原住民 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大家一同來竊責 幫助我們這個原住民的社員團體 好好的來盯馬英九政府 謝謝 武渡先生 是 你幾歲啊 我36歲 我不曉得你了不了解 可不可以你試著告訴我們說 那原住民朋友為什麼還是都幾乎都投國民黨 我跟你講這個是 國民黨從以前在設立各地方做服務站有沒有 他們在基層就已經結構性的 結構性的來統治這個原住民社會了 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那說原住民我把你們當成人看 原住民是雜種 2007年12月 那原住民是雜種 這個事情會讓原住民很憤慨 然後這個改變投票的意向嗎 現在的國民黨就利用 剛才我們看那個記者新聞 我們就看到他們透過國民黨的立委 掩護這個發言不當的這個廖先生 來開記者會嘛 他們就是結構性的透過他們黨內的 民意代表公職人員等等 替他們的各項侵犯原住民權力來做掩護 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當然馬英九講說我把你當人看 但是這個中堂委居然把原住民當成畜生 他要做配種 要管制配種 他把原住民根本是當作畜生 這個真的是要好好譴責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是 好 謝謝各位 吳杜先生非常謝謝 他說原住民族要限制他通婚 限制他通婚其實就是把它當成什麼 當成動物 對啊 要保持血統存證 對 就是好像那是什麼 快要瀕臨絕種的動物 要保持他的血統 我不知道他把原住民有什麼動作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